陈情望线心甘情愿 第41集 我要尽快娶你 蓝望鸡算子秀了秀 道 嗯 做的什么 好香啊 魏无羡羞涩一笑 道 炖排骨已经三个小时了 马上就好了 我再炒个菜就可以了 两菜一汤 你不嫌少吧 蓝望鸡揉着他的脸 开心地笑道 宝宝会做菜了 这已经不得了了 我怎么会嫌少呢 魏无羡推着他 往沙发边上靠 道 你刚到家去等着吧 好了 我叫你 蓝望鸡一脸幸福地说 那好 我真有口福 蓝望鸡坐在沙发上 目光看向厨房 魏无羡穿围裙的样子 太可爱了 他忍不住拿起手机 偷拍了一张照片 菜很快上桌了 一个番茄炒鸡蛋 一个西兰花炒肉 还有就是排骨汤 魏无羡一样喂蓝望鸡一口 然后殷切地等着蓝望鸡点瓶 番茄炒鸡蛋很甜 几乎尝不到咸味 排骨汤有点淡 西兰花还行 蓝望鸡嚼完看着他道 嗯 很不错 已经非常棒了 魏无羡开心地问 真的假的 没有哄我吧 你真喜欢吗 蓝望鸡眼珠子转了一圈道 真喜欢 就是番茄炒蛋 下次可以少放些糖 排骨汤稍微再加点盐就更完美了 魏无羡加了一口鸡蛋道 嗯 是甜了点 我在家练了三天 不过吃起来还好吧 好 非常好 辛苦宝宝了 蓝望鸡笑道 我不是宝宝 魏无羡羞愁难地说 在我面前就是 在别人面前不能 蓝望鸡温声说道 你这次回家这么久 干嘛去了 魏无羡看着蓝望鸡问 你猜 蓝望鸡笑道 我哪能猜到 别卖关子了 快说 魏无羡急不可待地说道 蓝望鸡摸摸他的脸道 吃完饭告诉你 你辛辛苦苦做的饭我得吃完 魏无羡道 哦 我吃了零食 忘记你已经饿了 快吃 蓝望鸡道 零食少吃对肠胃不好 我不在家 你是不是又不好好吃饭了 没有 就吃一点 魏无羡急忙否认 蓝望鸡看他底气不足笑道 偷吃的小馋猫 被看破的魏无羡笑笑 开始扒饭吃 吃完饭 蓝望鸡收拾妥当 魏无羡开始追问他 这几天的行程 蓝望鸡把投资 传媒公司的事情 告诉他 魏无羡很吃惊 道 你什么时候想好的 这几天就投了 不会被人骗吧 蓝望鸡亲了一下 他的脸蛋笑道 协议都让律师看了 放心了 不会的 魏无羡还是不太相信的说 你不是说是投资新手吗 怎么现在又不会被骗了 蓝望鸡道 熟人介绍的 我是入股合伙经验 一切流程都咨询过律师了 魏无羡腿一抬 跨坐在了他的大腿上 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你有那么多钱 为什么还出来打工 我一下子都拿不出那么多 我的公司都装不下你了 蓝望鸡双手捧着他的脸 揉了揉笑道 切得啊 你的公司不仅装得下我 还能让我终身效力呢 魏无羡鼓着嘴道 终身效力还入股别的公司 蓝望鸡道 那不一样 我不是要白脱吃软饭的嫌疑吗 魏无羡捐了撅嘴 道 行吧 那你不会去那边上班吧 蓝望鸡吻了一下他的唇 道 不会 有人运营 我偶尔去开个会 了解一下情况就行 主要是你的助理 魏无羡开心地笑了 从蓝望鸡腿杀下来 跑上楼去 两手揣兜里走到蓝望鸡身边手拿了出来 两条手链 一人一条 情侣链 怎么样 魏无羡边说 边把一条手链给蓝望鸡戴上 蓝望鸡看着上面闪着的心形小钻道 什么时候买的 你回家的第二天 喜不喜欢吗 魏无羡道 蓝望鸡笑道 喜欢 你敢这么带着吗 魏无羡把另一条带到手腕上 欣赏地看着道 有啥不敢的 蓝望鸡笑着把他抱到自己的腿上 道 不怕被人看到吗 魏无羡很干脆地说 同款手链多了去了 谁要求一个公司的人 不能带同款啊 蓝望鸡道 如果他们怀疑呢 魏无羡皱着眉头道 你怕毁掉你的名声吗 蓝望鸡没想到他这么说 笑道 当然不是了 我一个小助理哪有什么名声 那你带不带吗 魏无羡问 带 这不正带着的吗 蓝望鸡道 魏无羡愚怒未消的样子超可爱 蓝望鸡受不了了 按住他的后脑勺吻上他的唇 低沉着声音道 我要尽快娶你 魏无羡肩头微颤 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轻声回应着 好 蓝望鸡手慢慢伸进他的衣服 抚摸着他光滑的鸡 从后背向下滑去慢慢倒腰 而后穿过他的休闲裤松紧带一路倒骨 魏无羡已经连做起的力气都没有 软软的贴在蓝望鸡的胸口 回去这几日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蓝望鸡在网上了解了一些关于出业的事情 每次跟魏无羡贴在一起 他都有很强烈的冲动 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 怕给魏无羡留下不好的阴影